我们说到美中之间的科技大战 美国把中国大陆视为是头号的威胁 不要请教上志哥 其外的是 华人杰日报却报道说 对于科技出口中国 美国为什么几乎全部都放行 这个应该全部放行有点争议 当然从川普时代开始 美国防止关键技术流向中国 什么关键技术 当然提升科技的 提升什么科技 最后关键是 军用科技 所以这个部分技术 是美国抓紧紧的 但是从2020年出现这个数字 是商务部放行了 美国申请的所谓这种技术出口 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子 在技术出口的申请当中 竟然有2562件 当中94%全都放行 那么当中而且特别 如果有时可执道的 只有0.5%要求审核你的执照 更不要说是那些 不需要提供文件执照的是大量放行 所以这个在华尔街日报 披露出来当中 就使得在美国当中很多的讨论 因为对抗中国 特别是科技跟关键技术的部分 主要是来自国务院 包括五角大厦的所谓国防部 能源部这些 但没想到你商务部 怎么还是这样 搭开这个水龙头 当然在这里头也有一些争议 因为从商务部的部分的角色 在思考 如果你美国什么技术 都不放弃的情形之下 市场就被日本 德国 韩国拿走了 怎么可以呢 所以这里头还是有些争议性 跟一个黑色地带 模糊的地带 究竟要怎么来拿捏 但是随着现在对于美国的 美中之间 对于中国的科技的部分的要求 跟禁止的这些技术 零组件 设备 越来越多了 那么现在美国也在讨论 是不是要发展一整套 管制出口的SOP 越来越恩格 而且不止美国 他们会要求邻邦向日本 也要比照美国管制出口 那么这个一旦 越来越严重的情形之下 其实会给整个 所谓的全世界当中 科技 技术 零件 设备